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 对今后五年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做出了明确的部署 提出全面落实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 取消落户限制要求 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城市的落户条件 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超大特大城市的积风落户政策 具体的来说 对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 就业和居住年限原则上半年 同时不得附加购买房屋 投资纳税等额外限制条件 对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 目前有的就业和居住年限要求还比较高 要进一步降低年限的门槛 对于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 要进一步调整完善积风落户政策 有条件的城市 要探索取消积风落户年度名额限制 总的看 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权 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 更顺畅 更便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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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 哥哥 赏 ,赏760万 唐,赏880万 可以更多,5% 能够 感到 ,7%